阿特拉斯火涅者是训练营大型机甲 疼头蛇是刺激怪兽 高65米 体重虽然未知 估计至少有2000吨 两头千吨重物 在城区等冰箱街 掀起几十米高尘埃 机甲助跑加速 想重击头部终结战斗 不料怪兽咬住拳头 利用体重翻滚 扯断他的右臂 他拖着断臂逃跑 经过大片雷区 怪兽共计踩爆600枚地雷 却好发无损 又从烟雾里冲来 胜负就在下一秒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马 环太平洋黑色禁区 我将分成上中下三期介绍完 这一次是中期 男主角泰勒跟妹妹 一直想找到父母 最近呢 他们阴差阳错地 捡到阿特拉斯毁灭者 便驾驶他代步 顺便救了个小男孩 不过机甲能源逐渐耗尽 当知己是找到新的动力电池 泰勒天望远方 刚好发现一支陌生车队 忙带着另外两人跟上 这伙人全副武装 鬼鬼祟祟 一头怪兽正在河里翻腾 他铲得卵洞 埋在地下 这伙人呢 就是来偷弹的 领队的女人叫梅 她严峻冷静 把挖到的两枚弹 装包带走 准备撤离 谁料 男孩天真无邪 忽然朝他们冲过去 怪兽闻到人尾 不让大怒 一口吃掉了两个武装人员 梅的另一个队友 用榴弹筒还击 虽然击中 却只把怪兽连打黑 梅见他不会用 就自己抢来 把他炸成天女残花 那个队友纷纷不平 觉得是男孩 坑死了自己朋友 梅倒是觉得 这三个人破为可疑 男孩尤其不对劲 他于是假装好心 把主角三人带回营地 泰勒兄妹也颇有心机 故意没有提自己 有机甲的事情 只晃称是走过来的 营地里面 有几十个人的样子 营帐都被藏在峡谷里 主要靠伪装 来躲避怪兽 这位西装笔挺的是老大 他一眼看出 主角们在隐瞒秘密 于是假装招待 把他们软禁起来 老大这次之所以 派手下偷弹 是因为要跟 另一个帮派组交易 四颗怪兽弹 换两枚动力电池 片刻之后 对方来到营地 却发现老大只能出两颗弹 却还是要两枚电池 愤然拔枪 老大早有准备 他的枪手也反包围了对方 泰勒等人看到 形势紧张想要溜 看守举枪拦截他 却被偷袭作火 这声枪响引人战火 一场短暂枪战之后 老大以微弱代价 消灭了对方 泰勒本来想趁乱 偷走动力电池 却还是被活捉 他如果真的没有机甲 偷动力电池干什么呢 老大这么一想 悖感可疑 就通过神经桥 强行跟他建立神经连接 把他的记忆一览无疑 他如何获得机甲 如何驾驶他 又如何把他抛锚在哪 老大却看得一清二楚 老大志得意满 率领所有手下找到机甲 换上满天电池 从此泰勒一火 沦为俘虏 这个巨型武器就要归他了 不过抢机甲容易 开机甲难呀 因为大部分机甲 都有两个驾驶员 他们得建立神经连接 协同驾驶才行 老大并不信任兄妹俩 只想让自己人当驾驶员 他的手下已经有一个 工程师能开 但另外一个驾驶员 就不好选了 因为他的打手虽多 却都头脑简单 建立连接时 无不头晕恶心 脑袋乱成江湖 经过太多次失败之后 机甲系统发生故障 传出刺耳镜包声 上一集的四级怪兽 铜头蛇就在附近 他上级跟主角们 没能分出胜负 现在便想来做个了结 预计15分钟后提他 老大有点急了 临时让泰勒和梅合作驾驶 两个人建立神经连接 都深入对方内心 了解到了对方 幸福或痛苦的记忆 但他们无意交心 因为怪兽就在眼前了 战斗在荒谬小城爆发 怪兽震颤大地 发起冲锋 两个人躲过这一击 但还击并不灵敏 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默契 肢体也不协调 泰勒想用右手中击怪兽 却被对方死死咬住 没用左手反抗 却没法挣脱 怪兽趁时翻滚 扯断了机甲右小臂 机甲AI识别右臂失灵 便把藕端撕连的大臂也舍弃了 怪兽把整个小臂吞进肚里 抬头发现机甲不见了 原来主角们在逃跑 他乘胜追击 正好追进老大的雷区 梅知道这些地雷可以远程引爆 并让技术人员遥控爆破 最初呢 他总是慢半排炸歪 后来他打好提前辆 专炸梅的脚下 终于炸到怪兽 可怪兽只是被炸的灰头土脸 他又冲 地雷又炸 这个场面宛如荷报 怪兽终于长笑一声道地 不过他还是没伤没死 只是昏迷 老大对这场战斗大为恼火 毕竟机甲残废了 600枚地雷也浪费了 一切都要怪泰勒驾驶不当 他说着就要枪毙泰勒 但没阻止了他 毕竟老大已经抢到机甲 成为方圆百里的最强势力 如果赚了这么多 还不大度一点 自己以后也不跟他混了 老大狠狠妥协 让泰勒一伙明早必须离开 否则就杀掉他们 次日一早 主角三人如约上路 工程师呢 则奉老大的命令 修理机甲故障 这些问题 他原本是能修好的 但他前阵子 做了太多此失败的神经链接 损失了不少记忆 修理能力也大幅退化了 老大才不管这些呢 只放话给他一天时间 修不好就得死 这样他气急败坏 这个老大只有在 威胁杀人时是守信的 承诺放人时就轻言挂心 他刚放走泰勒 就出而反而拍个手下去 暗杀他们 这个人一枪杀了男孩 又想杀泰勒兄妹俩 兄妹俩跟杀手纠缠两久 忽然发现他挨一棒子倒下了 而轮棒子的就是男孩 他刚才明明挨了一枪 非但没死 反而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看来他好像有类似超能力的属性 泰勒趁机紧起手枪 对方劝他别开枪 因为杀人会给他留下一声音音 他正由于颤抖 梅出来一枪杀了这个人 他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留下一颖 梅之所以来找泰勒 是因为工程师有恩于他 他不想让工程师被逼 就想偷偷把泰勒带回机甲 让他帮忙修理 这样事成之后 工程师修理有功 免于被枪毙 而泰勒呢 也可以趁夜把机甲偷走 梅和工程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免受问责大家双赢 混进机甲这种做法 毕竟太危险 所以泰勒只能自己来 把妹妹和男孩留在野外 不巧呢 老大过一阵子 又派第二波手下过去 火捉了他们 泰勒刚修好故障 就见到这一幕 急着开机甲把他们救出来 可工程师的脑子乱了 不能当副驾驶 梅呢也不方便 工程师就建议泰勒自己来 努力驾驶机甲 困难而且危险 但并非不可能 历史上曾有74人做过尝试 其中三人活了下来 其中就包括游骑兵赫克汉森 泰勒读取他的档案 就能身临其境地体验他的记忆 或许也能学会 他独立驾驶的绝活 这一切把握不大 但泰勒无所畏惧 他从三个幸存者中 挑选赫克汉森 体验起他的记忆 这是他的最后一战 玉头巨兽杀死了他的搭档 他为掩护更大的作战计划 冒险尝试独自驾驶 最后他抓住巨兽破绽 一击毕命 但自己也被尸体压住 他双眼朦胧 亲眼看见作战计划 完成才毕伤 这段记忆让泰勒感同身受 也成功学到独立驾驶机甲的方法 老大原本在外面到处搜索泰勒 他猛然发现机甲活动起来 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出了内鬼 泰勒早就混进机甲了 他用重武器攻击 效果却一般 泰勒也咬着牙操控机甲换击 好不容易有机会踩死老大 不料没经营自己身体护住了他 因为他从小被老大养大 虽然一直被当成杀手培养 但也有些感情 泰勒很烦恼 只好抓起囚禁妹妹男孩的车辆 把他们倒进机甲驾驶室 有了妹妹的帮助 泰勒驾驶就轻松一些了 他伸出手掌要接梅上来 梅只是不忍让老大死 但心里还是厌恶她的 所以没有拒绝 这个时候 泰勒已经透支身体 没法再开 梅就又跟妹妹进行了一次神经结合 合力驾驶机甲 把因地灭为废墟 此日一早 所有人还为昨晚的大展心有余计 只有工程师心情放松 泰勒体验他人的记忆 学会了独立驾驶 工程师也因为跟太多打手 做神经链接 学会了杂耍 他正兴奋表演了 发现梅的对讲机 响起老大的声音 梅又不想接 就自己接了过去 老大让他给梅带个话 就说自己不信任手下 给每个人的对讲机 都内置了炸弹 工程师一愣 被当场炸死 看来老大这一波是以怨报得 他和梅的仇 从此解下了 以上呢 就是第三四五集的故事 最后的第六和第七集 我会在下期视频讲完 提前预告一下 那两集呢 并不讲梅和老大的私人恩怨 之前神秘的机甲怪兽 会再度登场 主角们的弱小机甲 终于升级武器 一只烟魂不散的铜头蛇 也终于能杀了 而男孩呢 则会爆发出 让人瞠目结舌的战力 还变身成了 更加恐怖的怪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爱fans 咱们下期再见 by bwd6